自从王宝强事件发生后,网友就会特别关注明星身边的经纪人,尤其是明星的异性经纪人,因为经纪人和异人在一起时间最长,与异人的家属接触也比较多,所以除了马荣和宋哲这样的事情之后,网友就对这类事件特别敏感。 近日,演员洪心在微博晒出一家人和友人的亲密合影,据悉这是一家三口去迪士尼游玩时拍的照片。 照片中,洪心站在中间,老公张丹丰怀抱女儿在身旁,经纪人毕女士在张丹丰另一行,还亲密地牵着洪心女儿的小手,看似很平常的照片,却被堪比侦探的网友发现了端倪。 有网友指出毕女士的身体倾斜,明显向张丹丰靠拢,而且还发现毕女士手腕上戴的手表,竟然和张丹丰戴的手表是一对情侣表。 如果说身体倾斜只是想贴近孩子,传达出一种更亲密的感觉,还算说得过去。 但两人手上的情侣表就没那么简单解释了,鉴于马容宋哲的前车之间,网友纷纷留言提醒洪心一定要巧心,担心她遇到了女宋哲。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,有网友还发现张丹丰曾经给经纪人过生日,而且还发了微博,据悉,这位经纪人应该至少跟张丹丰合作有三年之久了,关系十分亲密。 不然这种明星给经纪人过生日的例子还是很少见的。 7月27日,对于网友的好心提醒,洪心专门进行了回复,看到大家的评论给我吓了一跳,但是也让我看,原来大家都这么厚爱和关心。 非常谢谢大家的提醒,请放心我老公跟他经纪人真没什么。 随后,经纪人婢女士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,他解释了情侣表,是因为当时洪心要参加闯关节目, 因此他就帮他拿着表带在了手腕上。 那天我带着他们一家三口录节目,因为是闯关的游戏,不能带尖锐物品,新姐也要录,我就帮风哥拿着。 因为表很贵重,所以我家助理也是在手上的,不会呱呱,不会丢,节目度预算有限,我就没带助理过去。 到此,事情解释清楚之后,消除了网友的疑虑。 既然大家都没事,网友表示提个写都是好的,其实张丹丰和洪心夫妻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,洪心是二君还带着前夫一个儿子。 洪心的这些情况并没有对张丹丰隐瞒,而张丹丰在生活中跟这个儿子的关系也确实处得非常好。 事如己出,这个儿子曾提出要改随张丹丰的姓氏,只是张丹丰认为,一家人只要坦诚相待,和洪心夫的生活就够了。